因而归向贷款客户转嫁成本等七宗罪 华夏银行遭监管点名通报 12月16日 据银保监官网消息 近日 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 发布2021年第19号通报 关于华夏银行侵害消费者权益情况的通报 通报了对华夏银行消保现场 检查发现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相关问题 通报指出 华夏银行存在互联网贷款利率宣传不规范 像一老一小等个人客户销售 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违规查询 存储 传输和使用个人客户信息 以及违规向贷款客户转嫁成本等 七类违法违规问题 华夏银行上述违法违规行为 严重侵害消费者之情权 财产安全权 自主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 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 中国银保监会指出 其已要求华夏银行进行整改